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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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我异乡 万事无所目 为主是希望 愿你一句声为 日夜到思想 工作或睡觉 似容做我光 成为我智慧 成为我睁眼 我愿常跟你 你做我两伴 你是神天父 我的后子全 你祝我心点 我与你戒烈 不挂一符语 不嫌目虚荣 主使我几夜 一直到永恒 唯有主基督 能居我心中 祂是天上王 神圣宝全 天上大群光 辉煌的太阳 我赢得生长 天乐可奔向 今夜虽无常 但求心中枉 你赢得生长 世事他们 今夜虽无名 活着 他也不吝啥 他也不吝啰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7月21号 祝福你今天有一个美满丰盛神同在 非常阳光的一天 今天活泼生命我们的进度是诗篇13篇 13篇一共只有6节 但很巧的是 我10天前才在主日讲过这一篇的信息 我们事前都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再来复习哦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这短短的六节经文 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要到永远吗 你眼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 我的愁敌身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 第三节 耶和华我的神啊 求你看顾我 应允我 使我眼目光明 免得我沉睡至死 第四节 免得我的仇敌说 我胜了他 免得我的仇敌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 第五节 但我依靠你的慈爱 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 最后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他用厚恩待我 好 这很明显就是大卫的诗篇 今天活泼生命的标题是 在忧愁和痛苦中 要更加依靠慈爱的主 不知道你读完这六节 你最有感的是什么呢 看起来大卫是在一个极度的愁苦当中 他不仅觉得神已经忘记他了 他更感受神的不理不睬 对他十分的冷漠 因为第一节说 你眼面不顾我要到几时 另外一方面 虽然他想尽了各样的办法 但好像没有用耶 反而他的仇敌更加的逼迫他 也就是说 他所祷告 所祈求的 不但神没有垂听 反而他的遭遇每况愈下 越演越烈 所以他连续向神发出四次的哀叹 种种种种种情况 神啊要到几时呢 要到永远吗 家人们 请问 今天你早上起床 一睁开眼睛 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有没有人像大卫一样 第一个念头就是 哦 要到几时呢 这个疫情要到几时呢 我戴口罩的日子要到几时呢 我等打疫苗要等到几时呢 我投了履历去找新的工作 要到几时才会获得通知呢 从第一到第二节 大卫是在一个极度低落 不安 不确定 孤单 等等的情绪当中 他甚至认为神已经离他而去了 神已经忘记他了 所以他的心境可以说是相当的愁苦 他说我终日愁苦 第二节的英文是说 wrestle with my thoughts day after day 好像字面的意思是 我一直跟我的思想在摔跤啊 wrestle就是摔跤 中文说是心理愁算 总之大卫是在一个重重的困境里面 他整天好像他的思想都在打仗 或者是他很挣扎很挣扎 就好像类似我们现在说心思的战场 自己跟自己不断的在打仗一样 这真的非常的魔人啊 所以他终日愁苦 而且这些困境仍然不断在升高 加增他的威力 连祷告似乎都没有用了 以至于他觉得神已经忘记他了 神已经不理他了 我们可以想见 这样的心境真的是仇上加仇啊 然而大卫毕竟是一个有灵性的人 在神的眼中 大卫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所以从第三节开始 大卫开始转向神了 是虽然环境还是这么的艰难 心情还是这么的低落 心灵更是如此的愁苦 但是他还是要来转向神 虽然他觉得神已经忘记他了 虽然他心里也疑惑 也哀叹 甚至对神失望了 觉得祷告都没有用了 祷告的结果就是神 也面不顾他 但是他仍然转向神 所以他说 耶和华我的神啊 求你帮助我 看顾我 应允我 家人们 不管你目前的遭遇是怎样 不管你的心情如何 不管你觉得你有没有希望 甚至你也对神失望 对神失去信心 认为祷告没有用 你仍然要转向神 你仍然要对神说 神啊 求你看顾我 应允我 这就是关键点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里态度 就是转向神 呼求神 寻求神 求神的看顾应允 这是第一 第二 大卫求神什么呢 求神使他眼目光明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祷告内容 大卫不是求神来改变他的环境 不是求神使他的仇敌都离开 不是求神给他能力 让他胜过这些挑战 而是求神使他什么 眼目光明 因为他知道 只要他的眼睛被打开 他一切对所谓困境 或者仇敌 这样的解读就不一样 甚至他对神的感受 都会有不一样 马太六章二十二节 耶稣说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所以 眼光是何等的重要 它牵涉到我们对事情的诠释 牵涉到我们对事情的感受和认知 就好像我们平常所讲的一个人的高度 大卫抓住了这两点 第一 他转向神 第二 求有属天 属灵的眼光 以至于他就带下了突破 第五节第六节说 但我要依靠你的慈爱 我的心要因你的救恩欢乐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为他用厚恩待我 这里有两个突破 第一个 他看见了神的慈爱和拯救 之前他是灰心的 他是失望的 是愁苦的 是看不见神的拯救的 怎么现在 却能够依靠神的慈爱 能够因为神的救恩快乐呢 是神改变了环境吗 挪走了敌人吗 没有 看不出神做了什么 而是大卫改变了 他的眼光改变了 第二 他看见了神的厚恩 厚恩啊 不是恩典而已哦 是厚恩 同样的 看起来神什么都没有做 可是他现在却看见了 是神用厚恩来带他 怎么差这么多呢 之前他在愁苦的里面 他说他终日愁苦 现在却看见 哦 这是神的厚恩呢 这是何等大的差别 所以结论就是大卫说 我要向神歌唱 要赞美神 称颂神 这是多么有盼望 有信心的行动呢 家人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会软弱 我们会怀疑神 也许我们会常常认为 神或许也许也已经忘记我们 忽略我们 甚至不理我们了 不管如何 让我们学习大卫 心思转向神 仍然来到神的面前 呼求他 看顾我们 并且求他赐我们光明的眼目 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慈爱 看到他的拯救 看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出路 看到这一切都是他的厚恩 以至于我们可以向耶和华歌唱 来称赞他 来尊荣他 来感谢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何等感谢你 哦主啊 今天我们看到大卫 美好的榜样 他真的跟我们是一样 他也是陷在愁苦的里面 可是因着他的眼光改变 他整个心境 领受 看见都不一样 主啊 我们多么需要 像大卫一样 我们求神 你也开我们的眼目 赐给我们光明 明亮的眼睛 主赐给我们属天的眼光 让我们能够看见 你对我们的安排 一切都是何等巧妙 是你的厚恩 主啊 如果我们现在还有任何人 是陷在愁苦的里面 担心惧怕的里面 主啊 你是我们的靠山 你是我们的盾牌 不是我们只有嘴巴这样的宣告 而是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信心可以高昂起来 真的证实 我们看到的是你的厚恩 我们也可以平信 前往应许之地 主啊 我们相信你 哦 主啊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主啊 我们选择相信你 我们选择相信你的良善 你的看顾 所以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纪念今天 每一位听聆听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 家人 鼓舞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重拾盼望 来到你的面前 活在你的面前 以至于仇敌无法攻破我们 无法站立得住 我们永远站在得胜之地 不败之地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